又在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否认外资大规模撤离中国的四天后 中共商务部长公开承认中国产业外移压力大 这是继李克强承认外贸压力 又一体制内官员做出类似表述 8月9号下午内蒙古达茂奇希拉木人镇 护核点苏嘎查遭受龙卷风袭击 约150顶蒙古包直接被大风摧毁 有33人受伤 在美国全方位的重磅制裁下 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8月5号接受新华社专访时 一开往日的战狼政策 呼吁中美两国要重启对话拒绝脱钩 不仅中共官方态度放软 其五毛党也突然接到停止反美的指示改唱中美双赢 如有违反将扣发奖金并纪律处分 导致近日社群媒体上五毛党集体消失 美国正式宣布制裁11名破坏香港自治的官员后 香港亲共官员相继被曝拥有海外资产或有亲属在海外 而被列入制裁名单的香港律政司司长郑若华 与丈夫开设公司并拥有六成股份 该公司不久前刚收购美国企业安乐工程与五成股份 尽管公司已发通告指相关制裁将不适用于集团 不过周一安乐工程一度跌了百分之八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